时间是让人做不及放的东西 情是有风 应有时 真不过着急 永远就忘记 偷走了青丝却 留住一个你 画面中正自弹自唱的是来自湖南衡阳的九五后女孩严康林 自出生起 世界对于她来说就是一片黑暗 但这并不妨碍她心中的音乐梦 2023年 她凭借翻唱流行歌曲走红网络 空灵纯净的歌声让其短视频账号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网友们感叹于她的天赋的同时 也被其困境中执着追求梦想的精神所感动 更有网友称她为视障天使 严康林介绍 她从小对音乐情有独钟 五岁时能在电子琴上弹出简单旋律 小学时还被选为校合唱团领唱 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中医推拿专业时 她利用课余时间上声乐课 学习了民族 美声 流行等多种唱法 通过摸索练习能做到边弹钢琴边唱歌 歌声总能让身边人赞叹不已 毕业后 严康林进入一家按摩店工作 在租住的狭小单间里 每天除了休息就是练习唱歌 她说 音乐是她探索世界与外界沟通的最好媒介 自己从未放弃过音乐梦想 我之前在做推拿这个行业 当时我内心里面还是想着 我觉得盲人肯定有可以做其他的行业 只是可能有些人没有找到 因为我在唱歌这方面还是挺热爱的 然后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在做推拿的过程中 我会自己去拍一些短视频 最喜欢的歌曲 或者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歌曲 自己放伴奏 自己拍 然后慢慢地就涨粉了 对于严康林来说 学习一首歌曲并不简单 她需要借助手机的语音助手 反复听每句词 每个字 理解意义并带着情感演唱 一首歌时常需要练习上百次后才会被发出 她对音乐的认真与赤诚 不仅打动了网友们 还让她结识了许多爱好音乐的朋友 拥有了更广阔的社交圈 心情比较浮躁 但是我希望他们能 他们听到我的歌声 就是能够稍微安定一点 如今 严康林拥有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平时除了录制短视频外 还会进行直播 利用歌声帮助听众解压放松的同时 部分直播收入会用于公益捐赠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她表示 能和正常人一样创造社会价值 自己感到很开心 今后会在音乐道路上坚持下去 继续用歌声感知世界 鼓励更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